一氣呵成,一氣呵成就按下這個自動變過,自動把它刪掉的話,你其實最後呢,也可以把那個什麼,刪除列那個,那個功能怎麼樣,加在哪裡呢,加在我們剛剛的下面這邊,那刪除列特別重要,如果你要呼叫刪除列的話,你可以不需要再把這些程式,搬到那個,這個下方,剛剛我們是寫這邊下面,就是寫在那個,增減體重偶爾那個按鈕, 有沒有,那我們剛剛希望說,做完之後自動刪的話,那你可以利用一個指令叫call,call什麼呢,call一格,把剛剛這個名稱刪除,sub的名稱怎麼樣,把它複製貼到,貼到哪裡呢,貼到這個下面就可以,意思就是說,我可以怎麼樣,把剛剛的東西做完之後,接下來就自動幫我把裡面是過胖的,幫我全部刪掉, 那變成說,一個sub呢,可以不用把它全部程式塑在一起,你可以用呼叫的,call刪除列,意思就是說呢,我可以不需要把,就是說呢,有沒有,直接去呼叫它就可以了,也就是兩個,兩個sub互相可以把它串在一起,那所以我這邊,假設我這邊設個中斷點,程式跑到這邊好了,剛剛這個,剛剛的東西把它清掉了, 所以清除特別重要,包含那個,格式清掉的話,記得清除全部好了,那我如果直接執行它,應該是偶,偶按下去,它應該幫我全部跑完,好,那我這邊設個中斷點,它停在這裡嘛,因為我前面OK了,再來怎麼樣呢,F8,設個中斷點,如果拉它往下的話,F8,下一,你有一番call,它就怎麼樣, 那從那個地方,從那個地方跳到這裡來了,所以以後如果說,你有很多支程式,你可以不需要匯整在一起,你可以用call的方法,去呼叫那個刪除列,並且幫我把那個過胖的部分留下來,其他都刪掉,OK,這樣就完成了,那這樣的話呢就可以,程式就不需要整個搬過來, 哎,加一個call,OK,刪除列的話呢,其實還蠻好用的,只是說,它的風險是,沒有辦法,就是,復原,那如果說像剛剛同學,可能希望隨時都能夠,把資料又調回來的話,也許啊,你可能不適合用這個方法,也許,另外還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說,如果假設,你只是想要暫時,暫時怎麼樣,不要看到那個,飛過胖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用什麼,資料裡面的篩選啦,用篩選,有沒有,來,暫時篩選,啊,篩選其實就是把,那個你不要看到的先隱藏起來,它只是隱藏哦,它不是不見哦,OK,可能就不一樣啦,所以這部分用途可能,就會有不同的做法,OK,那所以這一題大概都先到這裡,啊,後面還有個綜合練習二啦,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給各位當練習題,因為,後面還有一個綜合練習二啦,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給各位當練習題,因為,後面還有一個綜合練習二啦, 那還會用到那個日期時間,所以這個今天日期,你可以插入函數什麼,用那個,啊,後面要講的,日期時間,抓到今天日期的話,應該是哪一個啦,顧名思義嘛,哦,today,有沒有應該有用過哦,其實你用now也可以啦,today跟now的最大差別在哪裡啦,就是時間嘛,now是有包含時間,today是不包含現在的時間 所以我們要today就好,哦,然後另外的話,如果說,哎,我要抓什麼,抓這個人的年齡的話,哎,年齡怎麼算,一般哦,有兩種做法,一個是,他,算年,今年跟他的出生年,就不管月跟日哦,反正不管,他沒有生日到也算是一年,這第一種方法,第二種方法是,算到他,就是今天, 一天為止,他的生日過了沒,過了才加一歲嘛,所以兩種方法,如果第一種方法是什麼,用year,所以你在插入函數,你可以用什麼,那個year,這邊的話,日期時間裡面的year,year就是算那個什麼,算年的部分,所以應該是什麼,今年減掉他出生那一年,ok,所以這個是不管月跟日哦,year按確定, 那他會問你說,哎,你要找的是哪一年啊,哎,我要找今天日期,那今天日期107年,顯示出來,不過實際上裡面放的還是,那個西元年,所以2018按確定,好,2018,減掉什麼呢,減掉他生日的這一年,所以其實有簡單的方法,就把year這個公式,再複製一個,把它貼到後面去,然後呢,把後面這一個F2,改成他現在的, 生日,有沒有,打個勾,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啦,打個勾,哎,91歲了,嗯,那等一下向下填滿,所以記得把F2的位置,把它2的前面加一個鎖,因為等一下向下填滿,打個勾,ok,向下填滿,其他人的生日,哎,就做出來了,ok,這應該沒問題吧,year減year,但是問題來了,如果說我今天要算生日的話, 是要包含什麼,哎,你幫我檢查一下什麼,月更日有沒有滿,如果他的生日還沒到,比如說像這個,第二個人,什麼周玉銘,他的生日是8月1號,現在還沒8月1號,所以他理論上應該是不能加一歲啊,如果我說我今天月更日要滿,才能多一歲的話,那你就不能用一耳,哦,你可能還要再去算month, 還要再去算day,就是年月日,那問題來了,很麻煩啊,年月日都要檢查,哇,那工資不是很長一串,所以呢,理論上哦,如果算年齡哦,你假如說呢,不想要檢查那麼細的話,記得有一個函數,插入函數裡面哦,有一個叫dadif,不過特別注意哦,日期時間裡面哦,它裡面沒有這個函數,你是找不到dadif, 那這個函數,因為會有專利上的問題啦,因為這個函數哦,是試算表前一,之前比較常用是Lotus123,不過Lotus123不是微軟的,後來好像被IBM給買了哦,因為裡面有dadif,那微軟為了要相容於Lotus123,有這個dadif,但是問題有專利問題,它沒有辦法把它放在清單裡面,所以怎麼辦呢,如果你要計算的是正確年齡的話, 那個dadif,你可能要自己打,da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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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可惜就是他沒有辦法清單 要自己打 OK 那你需要給他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比較前面的日期 比較前面的日期應該就是他出生那一天 所以他的生日給他 第二個日期逗點 什麼日期呢?今天日期 他的生日跟今天相比較之下 相差幾年 所以逗點 第三個參數告訴他說 我要比相差的是年 年的話告訴他一個Y 雙引號 前後雙引號 後瓜糊一下 好 打完了 OK 應該有看懂了 記得那個 Y前後一定要加雙引號 打個勾 好 91歲 向下填滿 不過一樣 把那個F2的地方鎖起來 打個勾 OK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本來第二個人是96歲 現在變成95歲 為什麼? 因為他生日還沒到 如果說你把他改一下 假如說把這個人的生日改成6月1號的話 6月1號應該過了 Enter 看一下會不會多一歲呢 你會發現他就變96歲了 所以德底福是生日要過才多一年 應該可以理解 應該可以理解 其他就是說呢 這個題目是老人今天要不要給他 那 他必須住在 第一個年齡必須是70歲以上 第二個戶籍必須是在台北市 或者是新北市 才符合老人今天清零 所以這個地方後面請各位自行練習看看 反正後面是否符合標準 假設符合標準 那你就是直接輸出符合條件 反之就不符合條件 那後面請各位自己再把這一題做完好了 我們這個前面有多講了一個 today 跟dative 第一個邏輯 函數大概就先到這 符合不符合 自己再做一下 應該蠻簡單的吧 這邊的話是 這兩個 第一個是這個跟這個要 同時一定要 都為true 這個的話呢 是台北跟新北 要其中一個為true就為true 所以這兩個可以and 這個新北跟台北要or 所以and裡面要or 所以這一題可能比較難的一點 就是說你插入函數的地方 一樣用if if裡面的話 條件第一個是and 這題更難 andand and什麼呢 這個年齡必須要大於等於70 這個年齡必須要大於等於70 以下15 等於新北市 所以這邊的話可能就是打一個 先台北市好了 或者 所以逗點一下 然後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15 台北市 因為其實差一個字而已啦 Ctrl C 這邊Ctrl V 把它改一下 改成新北 然後後面的話呢 後瓜糊一下 如果為true 就是這個為true的話 後面的話 後面要記得 還少一個後瓜糊 因為and還有一個瓜糊 所以這個很容易出錯是 後瓜糊 OK 這個後面還有一個 這個瓜糊是偶爾的 後面還有一個是and 所以常常容易打錯是這個後瓜糊 如果為true的話 就符合條件 反之就是不符合條件 所以這邊的話就把 符合條件 反之就不符合條件 好 這樣就OK了 記得在and裡面 還有偶爾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以後工作裡面 常常有遇到 類似像這種情況 and裡面還有偶爾 偶爾裡面還有and 反正這種交期連期 非常容易遇到 OK 然後按個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第一個就符合了 理論上應該住在新北跟台北 因為年齡好像每個人 都幾乎70歲以上 所以只要是住在台北跟新北的 應該都符合條件 OK 那如果你要讓它這個顏色 直接符合條件的 把它顯示出來的話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用設定格式化條件 然後呢 要把符合條件留下來的話 那就是再把那個什麼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筛選 不然的話呢 你可以用剛剛講的 用VBA寫啦 所以請各位後面的VBA 也許自己寫一下 VBA大概就是 可以再加一個按鈕 如果今天呢 希望按一下 一個按鍵 這些全部都自動完成的話 所以 綜合練習2 VBA的部分 可以自己再把它加上去 那加的話 我想可以參考前面的做法吧 就是這邊的話 也許清除 CtrlShip向下 這邊把它Delete掉 我希望有一個按鈕按下 它自動全部完成 一個按鈕按下 自動清除 另外的話呢 可以把符合條件的 因為我可能要針對符合條件 做後續的處理 那我就把符合條件的 換個顏色吧 然後呢 再把不符合條件刪掉 就利用剛剛的那個部分 這一題我想 後面的練習 也許給各位當成一個作業吧 回去試試看 再來也許 盡量就是找你工作上用到 因為你們期末的作業 其實就類似像這樣就可以了 只是說 你要從點到線到面 越來越延伸 把前面講過的東西 慢慢融入到你工作裡面 你就會越來越感覺了 我試一下